作詞曲 李宗盛 然後我們做多三個放鬆的動作 這樣會幫我們拉大腿後面和小腿的肌肉 和可以放鬆我們肩關節的位置 有時如果手的關節動得不好 我們都可以幫到去放鬆 我們怎樣做呢 首先我們跪在這裡 留意如果膝蓋痛的話 可以加厚一點點 跪在這裡的動作也不會維持太久 也可以放心 然後我們腳趾釘地 膝蓋和肩膀同一個闊度 不要太細也不要太大 舒服的 接著我們手掌要打開 打開手指 力才會平均 和不會傷到手腕 接著都是肩膀闊度 手掌 手掌和手掌同一直線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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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手掌和手掌這個位置 黏著地 接著我們吸氣 呼氣的時候 我們慢慢起雙腳 對 後面大腿的位置 和小腿的位置 會很痛 是真的會很痛 留意 如果有血壓高的朋友 我們不要做那麼久 放下來 看看有沒有不舒服 如果覺得壓都可以 我們再起 對 都可以 我們可以 把手推向後面 如果我們的重心在前面 肩膀會很累 留意 手指要撐大 留意呼吸 放鬆頸 覺得頭很均勻 我們再 下來 休息一休息 做到我們覺得舒服為止 然後 咦 都可以再久一點 做得再久一點 接著呢 倒是吸氣 呼氣 上去 我們可以停留到一兩秒的時候 我們慢慢 左右腳 讓它踩多一點 在地上 最初可能真的踩不到在地上 可能只是曲膝蓋 OK 沒問題 我們做得多少 然後 然後 把手指要推向後面 留意呼吸 好 然後慢慢放鬆 然後上來的時候 我們要慢一點 因為 反轉了 人 慢慢上來 就會沒有那麼容易 頭暈